做了一年的YouTube收入居然是这么多 虽然我摄影不是很专业但是我依然想把最真实的展现给你 这是我的频道OK在过去一个月里面的所有的数据 在过去一个月里面的我的收入是45澳币不到 45澳币还差一点 我因为我的这个账户是在一个月之前刚刚被这个YouTube通过了收费审查 也就是说这个45澳币是我过去一年所有的收入从YouTube 45澳币你说这个Google这家公司坑不坑45澳币我可能连一个收声器都买不到 可能连一个耳机都买不到 这一年的努力换来了什么呢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我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 我的观看数量呢有7万OK 然后我的这个观看累积时间呢有6300个小时 然后我的订阅数量呢增加了611个 那这个数据对于我来讲带给我真实的收入究竟是多少呢 我可以来到我们背后收费的这个平台的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只是给大家看YouTube这一个渠道给我带来的收入是多少 我现在设置的是从2020年1月1号到2020年的1月31号 仅仅这一个月里面我们看一下YouTube的引流的流量给我带来的收入是多少 我们可以看到OKYouTube给我带来的总收入是13000澳币 OK啊从YouTube点进来的我们的客户的database 每一个click给我产生的收入是大约在77澳币左右 这个就是YouTube其实真实最大的一个魅力 今天我会通过这个视频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在YouTube上面挣钱非常的困难 但是呢YouTube上面的流量又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收入 你好我是澳洲Henry 刚才给你分享过我们YouTube的实际的一年的收入 你是不是被震惊到了 但没有关系我今天会给你解密 OK为什么我们在YouTube上面赚钱比较难 另外YouTube上面的流量可以给我们带来的真实收入究竟是多少呢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给你拍的视频 我欢迎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点击小铃铛按钮 你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的任何资讯了 我首先告诉你为什么YouTube上面我们做这种内容的我们挣钱比较难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YouTube上面的内容呢只分两类 一种是娱乐型的还有一种是教育型的 娱乐型的很容易理解就是一个笑话 一个相声 一个电影 OK 而那种教育型的呢就是他在教你一个东西 这种教育型的呢在YouTube上面可以归类为people and blog 这种视频占的量呢其实比例非常低 而观看实际用户观看的时间的量呢就更低了 所以如果你去用广告费赚收入的 你是传播自己的思维 传播自己的思想 帮一部分人创造价值的时候 你的收入注定要非常非常的低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现实生活中 他是一个股票专家 他是一个做金融的 他每一次呢给用户提出一个建议的时候呢 收费非常的高 平均一个小时 他的平均收入大概在800到1000澳币左右 但是呢他在YouTube上面 他的频道做了一年 现在的收入是多少呢 是零 但是没有关系 依然他可以找到很多有价值的流量 所以当我们做这种 以帮助别人创造价值 以传播自己的思维为主的这种类型呢 YouTube的时候你的收入注定一开始门槛 就会很高很高 第二点我想告诉你的呢 是YouTube他本来的这个收费 审核的这个门槛就比较高 如果你想申请通过他的广告来收费的话呢 你必须要达到累计观看4000个小时 然后呢同时你要有至少1000个的订阅用户 4000个小时呢 据我了解大部分呢 都是一周至少上传3到4个视频 然后呢连续做YouTube6到9个月才可以达到的 累计观看4000个小时 如果你的一个视频呢平均是10分钟 而且用户呢从头看到尾 那么你需要有多少个用户把你这个视频从头看到尾呢 一个小时就需要有6个客户 4000个小时 那就需要有24000个用户把你这个视频从头看到尾 所以这个门槛呢 把YouTube的这个收费人群其实限制了很大一部分 第三个呢就是YouTube的这个广告的收费的计费方法 YouTube的这个广告的计费方法呢 是算你每1000个播放量 每1000个播放量 他大概给你呢 2美元到20美元不准 但是我们算一个平均数吧 我们就算大概7美元8美元 那你做到一个 1万个观看量的一个视频呢 你的收入差不多也就只有70到80美元左右 ok 但是一个视频尤其是对于初创者 你想做到1万个播看 播放量其实并不容易 另外一个YouTube还有一个叫有效观看量 什么叫有效观看量 就是用户呢 他如果买了YouTube的这个会员 他是可以把你的广告skip掉的 你是收不到一分钱的 现在买会员的人越来越多了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用户他自己 他会在电脑上装一些 这个防广告弹出的这个工具 会把广告拦截掉 这样你的收入又低了对吧 YouTube你说他流氓吗 一方面让很多广告商 花钱在他这边打广告 另外一方面呢 他让会员交钱 把广告给屏蔽掉 另外一方面呢 YouTube他拿走了你收入的45% 作为他的一个平台管理费 ok你辛辛苦苦拍的视频 赚到了广告费 45%要给到YouTube 绝对是一个黑心品牌 所以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呢 是有一个视频平台 可以出来挑战YouTube 否则YouTube的这个广告费的分成 真的太难太难了 所以Google收到一个巨额法单 在欧盟 就是这个反垄断法 那个组织给他发了一个 所以Google现在的产品 尤其是YouTube 其实是一个完全垄断的地位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的缺点 在YouTube上面赚钱好难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人士 如果你是一个分享自己的知识 分享自己的思维的 如果你是要让用户来买你的产品 买你的服务的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YouTube的缺点 为什么你还要用YouTube 来传播你的思维呢 来分享你的知识呢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YouTube它现在不再是一个视频平台了 YouTube它是一个search engine 它是一个搜索引擎 用户会用YouTube来搜索解决方案 你脑子里面知道的知识 你知道你的行业的知识 或者你每一天带小宝宝 你每一天做家务 你每一天做菜 你一定有某些方面的知识 只有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知识就是很多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 每一天在YouTube上面搜索的那个问题 所以当你在YouTube上面做一个众生领域 就是不断的往下切 你做的这个问题越来越深入 在某一个领域很深入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能获得很多的 这个垂直的用户 这些用户呢 就是直接需要你那个领域的专业的解决方案的 所以也许你获得的订阅量不是很高 也许你获得的观看量不是很高 但是YouTube最后能给你付的能 它产生的用户的价值依然非常非常的大 另外一点就是我鼓励你用YouTube这样的平台 是因为现在所有的社交媒体的门槛正在逐渐的降低 OK我们从QQ到微博 再到朋友圈时代 再到现在的抖音YouTube时代 你看到这些平台其实是观看者 原来观看者特别多 传播者特别少 到现在呢 传播者和制作者已经和观看者的数量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错位了 我们周边发朋友圈的人 用抖音的人 用YouTube的人 变得越来越多了 因为它的生产门槛正在变低 原来比如说做视频剪接 你需要在大学里面考一个学位的 但现在呢 手机上面有很多的软件就可以帮你实现剪接这个功能 你就可以做出这种五毛钱特效的这种视频 对于很多的专业人士 对于你在某一个领域有专业知识的人 其实YouTube是没有任何成本的 为什么因为你每一天在跟用户打电话 你每一天在销售产品 你知道很多你的领域里面的知识 其实这些知识 对于那些用户的价值是很高的 但是很多人他只是忽略了知识产生的价值 如果我每天跟用户打的电话 我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我可以把它整理出来 它就是对某一些用户可以产生独到的价值 因为它是零成本的 但是你产生的视频却会在你睡觉的时候有人看 却会在你呢跟别人吃饭的时候有人在看 甚至你在见客户A的时候有客户B在看你的视频 所以呢我相信 只要你记录你的生活 记录你的点滴 把你的特有的知识 跟你的这个人的真正的一面展现出来 用户就会喜欢你 最后呢 当你找到了自己的产品 找到了自己的服务 你就可以用它来进行变现 带来的收入一定不会低的 同时 当你掌握了这样的一个技能之后 你会发现你会有更多的时间 你会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一定能给你带来用户 可以给你带来流量 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收入 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空余时间 我是澳洲Henry 我会分享更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和技巧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欢迎你点击订阅或者小铃铛按钮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